踢手專制 爭取自由 促進民主 改善民生 維護民權 身害百年華滄桑 主持 麥葉成 謝二芳 生平設 成 謝二芳 關於第二節的 身害百年華滄桑 今天我們都有風煙 歡迎大家來臨電 都可以記得 說得很多人想知道71 因為71度反應很大 很多人都有留言 我們的電話是2892 7841 歡迎在第三節的時間 大家有興趣可以帶大家來聊聊 剛才播了一首叫王暴君雲 其實兩支歌 在高雄的鳳山陸軍軍官學校拍攝 那是蔣經國先生 做大檢閱官 為什麼我們 以前總是畢業禮 應該是三軍畢業禮 畢業禮通常有一定度 因為是三軍統帥 當然要來 我們經常說中華民國 為什麼我們這麼尊崇中華民國這個地方 我告訴大家 第一 我們認同中華民國 至今仍然是一個合法的中國政府 雖然有另外一個叫中華民共和國 但是我們從歷史去看 只要這個朝代 如果我們說中華民國是一個朝代 這個朝代 那個正統未滅亡的一天 尊重人民 那個太太永遠都擺不上一個正印的 譬如說漢朝 有多少國家 漢 大家都數到進去都是叫漢的 那些其他國家 就不入謀的 所以將來有一天 如果中華民國 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 然後又有另外一個叫中國 自然叫中國 你一直數 唐瑜雙周 徐漢 唐宋元 名稱 民國 那就是民國 跟中華民國沒有關係 因為正統還在 其一 我們就是奉中華民國為正統 那 好了 這個歷史的角度看 好了 為什麼我們仍然 這個 很多人都說 台灣 偏一如小島 偏安小朝廷 為什麼這麼受歡迎 偏安小朝廷 他真是遵守著 第一遵守著 國父的三民主義去 去建國 當然 我們三民主義 我們會再講 裡面很多 也都不合時的 可以在改 這個三民主義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尊重人民 是的 第一尊重人民 當然 在早期 七八十年代 就是台灣 這個過去 仍然是一個戒嚴的時期 就是叫威權時代 但是 畢竟國民黨 都是順應潮流 就是世界潮流浩蕩蕩蕩蕩 甚至就是 推行民主 就是選舉 推行民主 政黨輪替都兩三次 也都說 從這個村里農 縣 市 到總統 立法院 都是所有 都是一一票選出來 就是 其實這個最重要 這個是整個中國大地裡面 從來沒有發生 香港 我們說叫民主 你搞到現在那個民主 就是 立法院都是水一半的 大佬 民怨沸騰 是不是 這個不是真民主 真正的民主 就是在中華民國的台灣 所以呢 我們對台灣 是有一份尊重的感情 所以我們仍然 奉中華民國為正印 就是這個理由 所以剛才 我播放這個黃埔軍雲 都是這樣的原因 雖然這個黃埔軍校 就是仍然在大陸 今天我們要說黃埔軍校 但是他的黃埔軍校 去到鳳山陸軍軍軍校 都是這樣的 就是軍校 其實不是一個名字的問題 最重要是一個精神問題 那好吧 我們傳統 就說這個 國父怎樣去黃埔軍校 建軍 我想這個要緊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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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你說什麼 算 Gimme 先說 против黃埔軍校 ách/. przez瓦獄 在今組裝的廣州島上面 當年來講 是因爲 孫iro先生 其實早就 已經有建立自己軍隊的一個意念 因為 他長期來說 höher依靠軍閥 自從17年之後 但是後來也發覺 依賴軍閥 都不是在長久之計 每次都是被軍閥 所利用 甚至被軍閥所排擠 自己的理想也沒辦法伸展出來 所以最後在第三次在廣州建立政權的時候 就得到蘇聯資助 即是蘇聯的財政和軍事的配合 和支援之下 就在廣州建立一所屬於他自己的軍校 而軍校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貫徹孫生先生的三民主義精神 用中國國民黨的最高管治機構的形式 去管治軍隊 即是黨子軍 其實基本上說到黃埔軍校 嚴格說中間有很多蘇聯的認知 即是和國民黨 1940一大 全國代表大會之後 其實國民黨也有一種 即是共產黨的組織的認知 即是他簡單的叫做 當時有些是列寧化的 即是列寧化 因為蘇俄給錢 蘇俄給錢 又給錢又給槍 整個制度都是蘇俄的 他給不少錢的 槍也不少 子彈也不少 兩百萬勞布 對 兩百萬勞布 給你建軍 當然他有些要求的 他說得好一點 從裡面中間 這些要共產黨人幫忙 一個人幫忙 接著就把州人放進去 做政治部副主任 出了副主任 然後一個不一個人上了主任 其實在共產黨當中 很多人都入了裡面 葉劍英在裡面 葉劍英在裡面 對 葉劍英 而收身來說 其實當時黃埔軍校收身 都提到的問題就是 他其實希望各省也有 但是各省其實都是透過 共產黨的系統 和工會分子 或者讀書人去吸收 當中的黃埔軍校 其實在整個建軍過程 其實很短的 現在我們說的是 1924年 1924年是建軍 1925年是各府世世 其實現在講的那一年 黃埔軍校的發展 1924年1月24日 孫中山成立 綠軍軍官學校的籌備委員會 那地方是哪裡來的呢 地方呢 長洲島 原來他叫做廣州市黃埔區 長洲島 原來是清朝的一個 水師本營 對 水師學堂 水師學堂 後來就是這個 在建軍之前 那個地方叫做陸軍小學 是呀 叫陸軍小學 其實基本校社都很破舊 坦白說 有個島裡面建陸軍 等一下我們有一幅相 會看到黃埔軍校畢業 你只搭個竹鵬 你看我們黃埔軍雲 那個檢月台多漂亮 現在怎樣 當時他找過校長 孫中山一想 就想想 蔣忠靖 其實說起來 我想在這個階段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中間 中間就是孫中山 左邊 左一定有 他們的女人就是 郭武 宋慶寧 那個女人就是 宋慶寧 右邊那個就是蔣介石 蔣忠靖 再旁邊那個應該是 蘇聯顧問 這個就是蘇聯顧問 包羅亭 你看看 譚好像現在做神功戲那些 差不多 就是這樣的款 那時候的檢月台 其實還要這麼大一個 你看到那個旗 兩支是今天的黨旗 國民黨當旗 其實嚴格說 當時還沒有 青年白旗出來 那時候 二黨領國 所以基本上都是這支旗 還有當時找校長 其實當時蔣介石 就去完蘇聯回來 回來 就跟著回上海 他最初不肯 不想做 當時蘇聯顧問 找個做校長 哪個國民黨 所數又數 找誰認識 其實是一個廖仲海 不過廖仲海他想著 管財政 那 你好像剛才 前興說 看過這個建黨偉業 蔣介石 怎麼剖頭出來 那就是 建黨偉業說而已 其實也是 其實也是 因為後來有些人 根據蔣介石的日記 其中有一節是講過這件事 現在講到建黨偉業 第一幕 第一幕就是講 陳其美 在辛亥革命 武昌起義成功之後 就是繼任這個 就是出任這個 上海 都督 當時來講 在那齣戲裡面 就講一個人出來反對 那個就是屠成章 當然因為這樣的關係 於是捉路了陳其美 陳其美 那陶成章是甚麼人呢 就是當時光復會的人 陳其美就是同盟會 所以當時來講 光復會就很不喜歡 有些 就不信超 少少黨真 不同 派系 那些叫 陳其美 陳其美就是為了掃平 掃除這個障礙 於是就派了一個人 就在上海的一間醫院 就去行釋 屠成章 那屠成章 後來被人行釋 是被槍殺的 那究竟哪一個人是槍殺他的呢 那後來歷史就說明了就是蔣介石了 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就是陳其美 其實顯示出陳其美和蔣介石 其實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後來就是因為陳其美的關係 就將蔣介石 就介紹給孫生先生了 蔣介石其實基本上呢 我想在 他其實一早已經出現了 民國詞已經在日本 其實在日本 我們也要說到 是浙江鳳化人 是 激口陣 最初他由心 就是要 就是 都要救國的 那走去 當時走去 他想去日本 好像學炮兵 讀 讀軍校 那去到 當時滿清時代 陸軍 推薦 回到中國 再進 武必河堂 最後呢 就清兵 轉送去日本河 最後呢 涉官後 就炮兵河當畢業 其實當中呢 應該是2006 陳其美介紹 就認識孫生 那好啦 那廣理慈父 和他 最威水 當年就說 革命當中呢 他就組織暗殺 不是 組織那個 烈士 錦死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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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搶攻上海 那當時他就 跟陳前出道 那但是整個過程呢 大家來看看 1905年 他已經成立選中山 真正的 真是有些 一官半職呢 就在1924年 當中十幾年 他也是 發發後沉沉 是的 即是二二年代 所事事 也都是 不得志 不得志 但其實他嚴格說呢 他在一個 國民黨裡面 即是早期人物裡面 是 真是 之兵的 你現在說 早期的國民黨 是哪一段時間 國民黨呢 你講的 由推翻滿清 建立民國 是 由 你講的 1911年 開始 第二次革命開始 不是 1913 二次革命 對不起 就是 1905年開始 是 1905年認識 蔣介石 一直到 1924年 整個 過程下 是 當時很多革命烈士 找 未死 不是烈士 是革命志士 是 不會有 國民黨 基本上很多都是留學日本 但是真真正正 就是 不得志 是 學軍校出身 是 嚴格說 就是 蔣介石 另外就是 張群 同學 一起回來的 如果你這樣說 那些人就很 就很不開心 例如 蔡岳的支持者 就說 那蔡岳呢 那蔡岳呢 那蔡岳也是早期的 不過他就是 成了一名 最後早死 早死 其實呢 去到 22年開始 其實 知君的 就是蔣介石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最出名的就是蔣伯利 蔣伯利 蔣伯利 還是在北洋政府 在北洋政府工作 還有一個就是 許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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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許崇志 成了名 那時候已經是司令 蔣介石其實也是 參謀長 參謀長 那蔣介石 唯一就是 退郭富夢男 所謂郭富廣州夢男 被陳景明炮軍 炮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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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駐駐江 守門 帥七 剛剛 MIKE 對 拖住 最後殺到 增加 到了 青嶺 這個照片很重要 一會兒 有首詣叫 我們好像也有這個鏡頭 有人說蔣介石一身中帶了三張照片 這張其中一張 他是郭富的成計人三張照片 第一張照片是永豐林 事奉在則 第二張是剛才那張 黃埔建軍 嚴格說一大的時候 毛澤東也是後補中央委員 陳獨秀不在話下 汪精衛左右手 唯獨蔣介石和蔣忠正 後補委員也算不上 國民黨一大開會的時候 排到最遠的那個 開門那個麻煩 誰是誰 誰是誰 誰是誰開門 那個就是蔣忠正 不過蔣忠正很厲害 1924年做校長 其實當時校長這個位子 沒什麼想像 都三殺的大哥 三殺的大哥 薪工又不高 福利又不好 又有個爛鬼島那裏 捏蚊 接著訓練那些年輕人 那些最慘是沒有什麼槍炮 是啊 槍炮都不夠 當時廖仲凱走去問人借 借槍借炮 那個士兵幾乎手門口那個 那支可能是架糕來的 不是真槍 但無論怎樣說呢 黃埔軍校實際上 給蔣介石一個很好的政治舞台 一個政治本錢 也是政治本錢 第一 第二隊呢 就在裡面當中站得很辛苦 是 下面一班 就是以個人身份 共產黨個人身份 加入國民黨的人 我們看看 大堆人 廖仲凱當時就是國民黨的黨代表 是 是 是 李濟芯 鄧彥达 是教練部的政府主任 是 李濟芯名將 是 黃柏寧 是 還有這個 葉劍英 是教授部的政府主任 是 是 太貴奴和周恩來是政治部的政府主任 是 是 然後呢 何應蔭就是管總教官 這些是名將來的 其實這些都是很出名的 國共鬥爭也是很出名的 其實我們在說國共 就是後來發展 現在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三年是月期 1924可以一直數到1926 頭頭尾是三年 不過有些人說是1922開始 1922開始 1922就是眉來眼去 目送秋波 老實說都是口和心波和 戒錫興心裏不斷你 就是這樣的 無論怎樣說 在那段期間 蔣介石在黃埔軍校見軍 當然他自己做了一件事 他真的是日本軍校出身 日本治兵是嚴謹的紀律 但是當中的一件事 因為始終你簽名 都要重開簽名 是 是 黨代表 黨代表很厲害 不是我們今天的黨代表 是黨領軍 我們有個朋友做黨代表 都是沒有什麼用的 這個厲害 我們那幾位黨代表 都是舉手部隊 當然是舉手 但是那裡是簽名 當中其實 周恩來就是 黃埔軍 無論如何說到 他建立一群人 將是國民黨的名象 是 共產黨的名象 但是當中的原因 周恩來其實在裡面 也建立了一個黃埔支隊 是 黃埔好像 不知道支隊是什麼名字 總之 教練隊 是嗎 教練團 他自己組織一群人 做一些特別部隊 什麼鐵甲軍 他們自己 就訓練一些 共產黨 介紹 來的 是共產黨人的 就受訓 結果呢 黃埔軍校 第一期畢業挺 後來那個 徐向前也是在裡面 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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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國共大戰 那時候 全都是同學 來的 拼來拼去 其實我們在說那段時間 是黃埔第一期 因為黃埔第一期到第三期 就只有長洲島這個地方 其後呢 就由第四期開始 就因為隨著 那個人數的增加 和這個北伐戰爭的成功 於是就開始 在各地有分效 譬如說黃埔有 湖南軍校 湖南分校 後來的 武漢分校等等 所以這個時間上面 有一個大家要注意的 名字都改了很多次 名字都改了很多次 我們現在統教黃埔軍校 名字改了很多次 中央軍校 所以香港呢 有些黃埔軍校的組織 也叫黃埔軍校同學會 也叫中央國軍校同學會 總之 很差的名字 他們來自不同的奇數 所以就用不同的 你知道 這些也是天無二日的 你又組織那個會 你又兇了 我又組織那個會 我又用中央軍校 所以就搞到聯繫 不過明日無論怎樣說 在1924年那一年 和後來發展 最後要清黨 清除共產黨 在這個當中的發展 其實當時有個笑話 三個國民黨當中 一個共產黨 一個共產黨 一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 沒錯 好了 最後要清黨 最後五個共產黨當中 一個國民黨派過去 是 就是 又派回我底部 最後要清除 就是當中 那個在互相之間的互動 或者敵我之間 就是 千絲萬縷 千絲萬縷 但是怎樣也好 黃埔軍校建立 就是 待會我們會講的 對東征 對東征 不發 都非常之 它產生很大的作用 否則的話 你怎麼打才行 但是我們要看 黃埔軍校建軍到東征 其實只有幾個月時間 是 就是已經要推那些傢伙上去 其實這樣也要上戰場 對 這樣就好了 我想回答一些網友 因為他就說 有關於中國文化協會和中山圖書館 有些人都誤會 都很誤會 其實中山圖書館和中國文化協會 不是中華民國政府給錢的 是 所以 所以 有些要抗衷 中華民國散水喉 很窮 很少新書 大家搞清楚 中國文化協會和中山圖書館 是由 救濟災包總會 現在叫做中華救濟會 的核下的組織 所以 基本上 大家都接民間團體 接議會所 正好這麼說 以前 這個救濟災包總會 就是民間團體 但是錢是來自政府的 到 你知道 現在一講政黨輪替 兩黨政治 這些 國庫通黨庫 就不容許了 所以 政府也沒有錢給這些 所謂 大陸救濟災 因為那時候 設立就是 很多大陸同胞 比如走來香港 比如條頸嶺 這些需要有一個會去統籌 怎樣給錢他們 或者泰國北部 一些中國難民村 都是由 舊總去負責給錢 就是 他們負責經費籌操 跟他們建設的地方 到 兩黨輪替 政府也不會撥錢給這些 當然也有的 現在 但是不像以前 基本上 你伸手就有了 現在就 改了叫做 中華救濟總會 所以 中國文化協會 和中山圖書館 基本上 那個 資源 就是來自中華救濟總會 所以 跟這個 中華民國政府 是無關的 大家都要知道 那個來源 現在這個 《倭打老道》 77號 這個會子 就是自製的 當年買得很便宜 幸好當年有買到會子 其實當年 聰明 其實 無論國民黨也好 中華民國政府也好 在香港也有不少產業 不過就是 記帳在人的名下 是 沒有辦法 記帳完之後 就沒有了 被人罵了 這些就是 歷史貢業 最近 劉泰英和李登輝 劉泰英出了獄之後 再被捕一次 李登輝被人告 香港某些黨產 都是劉泰英 以前是國民黨的大獎鬼 李登輝身邊是 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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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當然有人落格 誰落格 我也不清楚 所以 這一次 把李登輝和劉泰英 再拘捕 其實 裡面牽涉到很多 都複雜的 為什麼複雜呢 因為他們當中有些 有理說不清的 很多有理說不清 還有這些 歷史作業 過去 以國民黨的傳統 幾十年來 過去 一天革命政黨開始 秘密作業 當年 很多錢來來往往 都是 找張草紙簽個名 搞定了 少數人才知道 少數人才知道 等於現在 今天說 很多人說 捐了錢誰誰誰 不知道啊 這個 Camp Yang 他說上星期 他有中山圖書館 兩個職員在講國語 只是台灣 來的 其中一個是台灣人 沒錯 這個駱主任 就是那裡的主任委員 駱主任 就是台灣人來的 他也懂得講廣東話 懂的 我也跟他很熟 OK 下一節再談 我們再談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 東征 東征 國父 跟著西西 我們再談中正第一戰 好 我們再見 我們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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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祈祷祈祷 祈祷祷 祈祷祷 祈祷 祈祷 祈祷